谈言焦点带您关心 华为在今年5月被美国列入实体禁令清单 原本宽限期在今天19号又要到期了 美国商务部再度松手 将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延长90天 而这也是华为被列入黑名单之后 第三度的延长许可 美国商务部表示 这是为了确保乡村偏远地区的网路 能持续提供服务 因此再次能来延展期限 而最新华为董事长梁华受访的时候也表示 他认为宽限期对华为影响其实不大 他甚至警告禁令对美国企业来说 才将会是输家 华为取得90天宽限期 而美中贸战的协议 双方也正在积极磋商 但最新根据外媒报道 中方对于美国总统川普 不愿意撤回关税等问题 面对签署协议的态度是悲观的 而此外被指控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而遭调查的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 传出内部正在讨论 希望能采取洗白的措施 来淡化中国品牌的标签 老体的景气不好 但预期处理器龙头英特尔 还是能在2019年 今年成为全球半导体销售金额中 一举超越南韩三星 重回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企业地位 而另外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也挤下了南韩的SK海力士 登上第三名 台积电7奈米订单超乎预期 外资看好第四季的营运 渴望超标演出 也推升了今天股价再攻高点 盘中最高来到314元 市值突破了8.1兆元 在今年人工智慧高峰会谈上 科技大厂英特尔虽然先前陷入CPU缺货危机 但在半导体业务上总算扬眉吐气 不仅展出多项晶片应用 现在更渴望再次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供应商 根据IC Insights最新统计 2019全球前15大半导体企业 英特尔虽然2018年痛失龙头宝座 今年将再度从三星手上拿回冠军 台湾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几下 南韩SK海力士登上第三名位置 第五名则是美光 分析师表示纵观今年半导体大厂 整体销售总金额比2018年下跌了15% 其中SK海力士销售金额更下跌了38% 跌幅最大 但台积电依然维持正成长 最近表现也让外界有目共睹 今年法术会上总裁为着家就已经表示 是台积电7奈米需求强劲 现在据传7奈米订单已经塞爆到明年第二季 让许多外资看好台积电第四季营收 很可能会超标演出 也刺激19号台积电股价再创新高 最高点占上314元 市值超过8.1兆 目前在台积电也推出了就是明年在三月份 5奈米也会提前的一个量产 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技术蓝图 以及它整个的一个落实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么都持续的紧紧的绑住了 全球的这些知名的半导体 还有在系统厂商他们的核心晶片 收惠明年将是5G转换的一年 台积电先进制成满载 外资法人也预料业绩会继续上演惊奇 记者柯信宇 佳明华台北采访报道 但您关心外资助供台股 统计自9月以来 外资持续净汇入台股 已经连续11周的买超 今年以来累计买超更达87亿美元 推升指数今年上涨19%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也再次提醒投资人 要居高思维 而周二台股重回11600点整数大关 选址台积电盘中也再创历史新高价314元 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56点 来到11656点 成交量1211亿亿元 我没有办法对指数做预测 还是在这边希望投资人能够居高思维 台股再度紧紧涨 尤其外资摩根士丹利展望2020台股 喊出目标指数上开13000点 但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也再次提醒 投资人居高思维 股市之所以能够好 主要还是在基本面 最终还是看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好 我们经济的表现还算平稳 上市规的营收也是稳健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最重要 接下来还是要看明年的整体的经济的表现 跟世界经济情势的一个发展 那还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台股周二重返11600点整数关卡 全职股台积电盘中再创历史新高价314元 外资成为台股最大推手 自9月以来外资持续净汇入台股 已经连续11周买超 统计上周买超5.7亿美元 今年以来累计买抽更达87亿美元 推升指数今年上涨19% 澳市雅谷 不过近来香港反送中越演越烈 持续牵动金融市场 最新公布的台湾金融业 在香港曝险金额 截至9月底再度重返兆元大关 来到新台币一兆179.43亿元 单月增加了233.58亿元 也用金管会持续紧盯 因为有一些示威抗疫的活动 造成一些要进到去上班的 一个不变之外 其他回报回来 又没有受到实质的影响 我现在看到的 没有太特殊的一个波动 不管在受信在投资 这个方面我看起来 没有说有明显在营业上面 在业务上面 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影响 现阶段台资金融业 在香港共有19家分行 一家子行三家子公司 两家代表人办事处 顾立雄也进一步建议 员工可以在家上班 顾立到重要的是人身安全 所以我们会希望他们弹性盈盈 可以也选择在家上班等等 如果说真的有影响 那就还是维持一个基本的营业活动 重点是所有员工的人身安全 作为一个首要的考量 台股稳定上工 但市场不确定性高 金管会也持续提醒风险 记者610邱文杰台北台风报道 抢搭5G风潮 国内首党5G的ETF 也在今天正式挂牌上市 目击规模跟受益人数都创下了记录 跟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型的ETF 而近年来呢 国人热爱投资ETF 根据最新数据 ETF受益人突破了80万人 总规模更来到1.5兆元 而各家业者也平常推出各类的ETF 要来抢工市场大币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交通部今天举行108年度的招商大会 释出了40项的开发案和采购案 估计总商机达到1000亿元 也吸引了将近250名国内外的业者来参与 而针对日前外传台商境外汇回的资金为零 投资台湾事务所的执行长张明斌 今天也在大会上澄清 强调到第二季为止 汇回的资金早就已经达到了4623亿元 科技焦点的您关心 三星即将在19号晚间 和中国的电信商发表W20 5G 而这也是继Galaxy Fold之后 三星第二款的折叠手机 而另外当年相当经典的 Motorola Razer V3的翻盖手机也回归了 推出采用是6.2寸萤幕的首款 上下折叠的手机 并且将在明年1月开卖 加上之前华为和小米都陆续推出折叠机 也让相关的零组件供应商备受关注 不只折叠5G手机 其实电竞赛事在各国也越来越行 而手游的趋势更是势不可挡 光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 就有高达95%的PC玩家 和90%的手游玩家 有参与电竞赛事的活动 而沿道单位更预估到了2021年 电竞的市场产值将突破16.5亿美元 台湾电竞硬体设备厂商 也找来跨平台服务商来结盟 要抢供云端电竞商机 沿调机构统计物联网的全球市场规模 在2020年将达到1.29兆美元 而智慧家庭的概念也越来越普及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可能会担心 搭配的智能管家系统 跟家里的电器没有办法相容 对此台湾网通设备厂照进 举办了智能管家系统发表会 不仅简易操作 也能和传统的电器来配合使用 让许多美国卖场的通路商 都已经决定合作 但您关心 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感变天 气象局自动侧站测得清晨最低温 出现在桃园的大溪 只有15.5度 而预计到周四以前 北台湾整天都会偏凉 低温下探到17度 中南部低温也只有20到22度左右 另外目前位在菲律宾东边的 热带性低气压 预计最快20号将发展为青台 虽然不会对台湾造成直接影响 但预计周四周五 还是会带来一波水期 限定五天的旋日奇景 就将在台中出现 中央气象局天文站指出 台中站的旋日秀 将从18号一连五天 在大甲的金国路上上演 新闻最后带你来看 我是陈韵宇 感谢您这集的收看 请您持续锁定下节 非凡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